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报名好 我是伟贤 农历新年剩下不到三天的时间 柔佛在有花园的年货层停办 盖地的年货商家出招自救 推出网络送货服务和得来素 让顾客订货后自取 不过 得来素服务大多还是以年轻一代的和熟客为主 其他教年长的顾客仍然喜欢 上门选购 因为担心货不对办或者是被欺骗的问题 受访业则指出 采用这类购物方式的顾客约有15% 大多是以年轻人居多 老年人则比较少 其实 网络销量并不如预期中的那般顺利 为了自救不得不退出 获到付款的送货服务和得来素等 以应对型管理期间的需求 今年没有年货层的关系 加上新加坡客没有进来 您获成的生意则滑落超过50% 换个焦点 漫威英雄角色竟然转行当起炒果条的小贩 你没有看错 因为活动策划公司业者在新管理期间苦无收入 他们便灵机一动 善用角色扮演服装 化身为蜘蛛人 蚁人和黑豹等 漫画人物在街边摆卖冰层炒果条 吸引顾客的目光 该当业者近日将蜘蛛侠炒果条的视频上载到脸书宣传 瞬间引起网民的热议 短片可见 蜘蛛侠非常认真的往锅里倒调味料 食材和翻炒炒果条 一旁的蚁人跟黑豹也在档口帮忙 现场还播放着复仇者联盟的电影配乐 气氛十足 有趣的是 转行卖草果条的蜘蛛侠也不忘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面对现场的时刻用手机镜头 他也大方摆出赞的知识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则法庭新闻 于两年前被判四项拥处罪名成立的华裔情侣 因为不满判决 近日向新三高庭提出上诉 案件上诉不得职 法官针对男被告部分判决做出更证 两名被告的委任的代表律师 也将在14天内将案件带上上诉庭 此案的是三岁男被告黄德才 和35岁的女被告彭文美 两名被告被控拥堵罪 在2017年2月1日被控至新三法庭 面对四项控状 而经历两年多的案件审讯过程 两名被告是于2019年8月14日 面对法庭的宣判 新闻最后 陪财华晓建校委员会宣布陪财华晓正式动工 为华晓尤尤其是新三五级阴打花园地区的居民送上 后年大礼 陪财华晓建校委员会 今天就发文告指出 原子在极打成节的陪财华晓 是在潜逃国阵政府推荐的10加6全新的搬迁华晓计划里的其中一间搬迁学校 509大选后国阵失去政权 建校计划则由西盟政府接手 但在22个月的执政期内并没有显著的建校进展 文告说 国盟政府执政后陪财华晓的建校委员会人士更替 由来自马华府来区的主席黄有凤出任主席 并成立建校委员会着手建校工作 黄有凤透露建校工程将于今年的1月15日正式动工 预计耗时20个月在2022年军工 感谢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守新洲日报 新洲网